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情致谢 从新开始 谢谢你们来了 欢迎大家收看重庆卫视 谢谢你来了 我是方琼 参与节目评论 报名参加节目 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谢谢你来了 官方抖音号 快手号 来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 三位嘉宾老师 心理专家白夜仪老师 欢迎您 诸名媒体评论人 石树四老师 欢迎您 重庆卫视主持人柴子璐 欢迎您 好了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看 今天的故事 人有时会迷失了 就会犯错 我跟你说了三个电脑 还一样做错 三十个分次做一定对嘛 说了三次了 好 我觉得你比较谈 我真的当时我都不然 错误了一几 就成了三人的理解 好在她的两届 让我找到回家的路 爸爸 谢谢你 接受我的道歉 爸爸 谢谢你 接受我的道歉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 被制谢人 父亲 张正斌 王老师好 大家观众好 您好 欢迎您 谢谢 叔叔请坐 谢谢 年轻年多大年纪了 其实无了 刚才小片里面 说了这个女儿说 你接受她道歉了 这女儿经常惹你生气吗 生气会说多得很 肚子都起包了 你这生气了以后会怎么着啊 人家不理她就跑回老家 那你们要是在一起 要真是生气了 你们俩谁怕谁啊 成功怕她呀 您怕她呀 她平时要是真是犯了错误 跟您道歉道得多吗 道歉道得倒是挺多 就管不了几天 就又不行了 亲切来了 那今天这女儿 为什么又来制谢人了呢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 制谢人 女儿张兰欣 叔叔好 嘉宾老师好 各位在座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叫张兰欣 来自重庆岐江区 欢迎你 请坐 刚才老爸说了 经常给她道歉 好不了两天 就又过了劲了啊 你还专门说谢谢她接受你的道歉 这发生了什么事啊 当时呢 是因为可能是工作太忙了 没有觉察和关注到 在有一次吃午饭的时候 然后就我们一家人在一起 我就给她夹了一筷子菜 然后她就说 你把那些生菜夹给我杂子 那些不吃的 你不吃的菜全部都给我吗 我筷子一扔 直接转身就到厨房 把门砰到了一下 我当时很惊讶啊 我觉得这么小个事情 至于吗 而且我没有 不知道那个菜 是剩菜 而且我也没有觉得 这个菜好像有什么呀 怎么这么大的情绪呢 然后我就去找她理论 我说你凶什么凶 还摔碗摔筷子 这砸门的 我就不就夹个菜吗 至于吗 因为我爸不太善于表达 他也不知道怎么跟我讲 反正就倔着个头 就扭着 然后就不理我 我又跟他 一直扭着他 跟他说 说要理论证明 我是对的 他就发气气 就到自己的房间里面去关着 然后我就想 那你不理我算了 我也没有错 然后我就自己忙自己的 发现第二天 他还是不跟我说话 而且脸一直黑着 那我就又去找他说 他还是不理我 那第三次的时候 是因为又过了两三天 然后他还是不讲话 而且就感觉到 他很闷闷不乐的 就是很多新事了 就很难过 他可能真的不是 喂那一块子菜 他可能还有别的事 对 可能是其他的情绪的堆积 那个瞬间 导火线爆发了 我就去哄他 就跟他 走在那个 他的床面前 然后他就 就一直跟他说呀 你不要生气了 什么都可以 你气坏了自己的身体 他还是不理我 搞了很久 我说那我给你跪下 女儿错了 然后他看到这个样子 他也 爸爸很爱我 他也不忍心 然后他就 摸了紋我的头 然后就跟我数落了很多很多 我对他的那些伤害 强势 那些不尊重 那些很过分的 怜行 我当时就 很痛很痛 我不知道 我把我爸爸 我最爱的 我自己认为 我最爱的爸爸 伤得如此深 然后就抱着他哭了很久 然后爸爸原谅我了 所以我觉得 我谢谢他 嗯 张叔叔 嗯 那天为什么发那么大的脾气啊 脾气发大 是时间长了 很多事情呢 经常啊 他都在弄啊弄啊弄 很多事情 我一直在心头来够 很多事情 我一直没说过 嗯 都积压在心里 是吧 嗯 带娃儿呢 他自己不带 又没带好 他也要吼你 嗯 晚上家下班转 他不带 白天不带 全部甩工他带 嗯 他说你没带好 白天啊 跟娃儿小的时候 几个飞在天墙上 8点钟车浪 4点钟 12点钟车浪 然后按照他的要求办 跟小娃儿也都车到 他根本就车不下去 嗯 转了他说 你没带得好 难过得很 诶事情 我们是个大男人 所以说对呀 带你娃儿 今年就很少 因为没人带过娃儿 对 作为一个男同志 是吧 这个可能他小的时候 您都没有带过那么长时间 他妈妈带他了 我就在门前住个了 所以您现在 您给他带孩子 他还这了那了的要求那么多 所以您也会觉得很累去 我已经很尽力地在做这件事了 因为洗不干净 他也不洗 我儿子了又躲在这里 马上就走了 筷子都不剪 过后你剪手还洗不干净 他要说你长期他都上 那不是一回两回 他自己不做 你做得不好 在那边煮得干净了 那边煮得安静 你收到几档 所以做饭挑您吗 煮饭的时候我不跟他煮了 有点菜三顿饭不同样 还有剩菜剩饭 他自己不是只做一个 剩了两三顿饭吃不完 我都敲打筷子 我说这一剩菜 你都不吃就要押到我吃 这几天了我就不吃它了 就放了脾气 最后我放了脾气 很多事情我都忍到的 很多事情我都说 您很多事您都忍着呢 我相信可能他发脾气 都说那话都挺不好听的吧 他说一句话 今天把我去死了 我弹一句话 他就把我赏了一篇 他说我啥时候不差 你来不欠你来 他认为他赶上他人了 他不好意思了 他说不应该的 他不是 他意思是说我差他了太多了 他啥时候不欠我来了 全是老心都痛几脚 这些新兽下着的老爷子 也放在墙边上装死了 有其他个程度 咱这么大委屈 是吧 你就说这话 你这样 咱走不行了吗 这样回老家 然后几年没做啥日去了就 真回去了呀 真回去了 真走了呀 喊我做啥 然后你不做啥日 我就 不是你这真回去了以后 你放心的下他不 他还是不放心的 他又下来 还是放不下我 又给我带孩子 又下来了 爸爸其实挺能容忍你 其他人呢 其他人的话 我有一次把我弟弟直接 被子 乳子 衣服 全部丢到门外 把我弟弟赶出过 赶出家门 因为我把他 我觉得他在外面打工 然后呢 他做那些基础的工作 对他未来的成长 或者是未来的发展 没有很大的一个支撑 那是我认为的 所以呢 那我就给他介绍了一个工作 是我们这个行业的 一个比较好的公司里面 去做销售 他去干了几天 他就跑了 他也不打招呼 消失了好多天 后来是报警 报警以后 把他从网吧里面找出来 他在里面打了 可能有五六天的游戏 我就非常生气 我直接把他的被子 褥子 衣服 全部给他 一下丢到门外去 我说你从此以后 我们两个断绝网来 你什么都不要找我 直接给他赶出去了 你没有跟他讲道理吗 我觉得好像 讲道理 好像没有用吧 因为我一直认为 我是对的 因为我 一直以来都是 我要去拿结果 而且我通过我的经验 我是拿到结果的人 那从小又苦惯了 一直都是靠自己 没有一个人可以靠 然后我读 在重庆读书的时候 我的座右鸣 就是写的 上天只拯救 那些善于自救的人 所以一直就靠自己去 完成了很多的 家里面的开销 自己的成长 所有的支出 所以我就觉得 他们应该听我的 按照我的方式去做 他就会有成功 会有成就 所以我就会 非常会把自己的想法 强加给他们 让他们按照我的想法去做 那弟弟跟你沟通过吗 比如说他想做什么 他跟你说过没有 他没有跟我说过 你也不知道他想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问 我也不关心 你跟妈妈关系怎么样 我跟妈妈的关系 从小就不好 因为我妈妈呢 就是从来说话没好气 她一跟我说什么 就是 你爪子 你又不动还不听 就是很简单粗暴 你又不动还不听 听我的就行了 你母女关系 一直处于矛盾当中 一直处于矛盾当中 后来是 开始反思 是因为妈妈 她2013年去世了 然后呢 我就一直非常的自责 我一直觉得 是我的原因造成的 我这个事情呢 没有跟爸爸讲 也没有跟弟弟讲 但实际上 我自责了很多年 我经常在 晚上的时候 一个人孤独地说 我会说 男性你为什么会这样 要是你没有 对妈妈这么凶 你没有对她 说话这么尖锐 她可能就不会离开 因为我觉得是 我说话很尖锐 她离开造成的 当时妈妈生病住院了 我就 她就非要出院 因为她 她也很无知嘛 我觉得她 她去看很多那个 网络的图片 图片搜索 老家人的那些语言 还有很多医院病友 跟她说的 她是个糖尿病 说的有并发症 有各种这样那样那样 她把所有的 都画到身上了 她就觉得 我在这儿要拖累你们 然后我要出院 我反正都要死了 你们也不要管我了 然后她就一直要出院 我就很生气 我说 怎么跟你说什么 你都不听 你刚以前说什么 什么什么 你不听造成了什么什么结果 这次你又这样 你就住院 你就好好的 然后我就很凶 也没有 也反正把她 数漏了一堆 我跟我弟弟 是轮流去照看她 然后呢 我在的这一晚 今天晚是我 明晚就是我弟弟 刚好那天就是 是我弟弟照看 我就把她说了 我就走了 然后我弟弟呢 他那天也是 被厨房喊回去了 因为他这个工作 有时候晚上要很忙嘛 就是弟弟的一个朋友 在那照顾 她就把那个朋友 寄走了 后来就出事了 然后凌晨五点 我接到第一栋电话 是说妈妈在殡仪馆 我当时就 一下子就软了 就跪下去了 我说不可能 我不能够接受 你们我再问一次 不是怎么可能 在殡仪馆 一定是在医院呢 她说是的 真的在殡仪馆 你过来 是怎么了 是突然引发了一些什么 并发症吗 她就是觉得 她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 她不想拖累我和我弟弟 她觉得要很多的医药费 然后她就 自己选择离开了 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对 所以我就一直 很自责 一直经常夜晚的时候 我都觉得是我 造成的 然后自责到 我经常一个人 默默地流泪 一个人觉得 无法再支撑我下去 你觉得妈妈的离开 是因为你的那些话 刺痛了她 刺激到了她 对 所以内心一直 充满了愧疚 对 充满了愧疚 因为这个事情 我弟弟也蛮恨我的 然后我们家 就后来就变成了 每年春节的时候 基本上不提妈妈这个字 会刻意忘记 因为一提就会吵架 就会不舒服 因为我弟弟跟我妈妈 其实感情很好 然后她也会觉得 是我的问题 造成妈妈离开的 所以呢 我弟弟也挺恨我的 后来 然后跟她和解了以后 她才告诉我 她还曾经跟爸爸说 来个 姐姐不要再回来个家了 回来就我来打断 我们断绝关系了 但是我爸爸 她一直在中间磨合 因为我爸她觉得 有她在 我们就这么亲的 两姐弟 从小相依为命长大 小时候那么不容易 经历了那么多苦 都走过来了 她希望在她的 有生之年 她的女儿和儿子 是很和睦的 是很亲的 所以她就 基本上在我这说 弟弟的好 在弟弟那说我的好 但是你刚才说 用到了一个词 在我跟我弟弟和解之前 就是那合着你跟你弟弟 曾经有过一段时间 是不联系的 彼此拉黑 我也不想再见他 他也不想再见我 我也这身就没有这个弟弟了 我已经做好了决定 这辈子就没有他了 你为什么一直这么强势呢 蓝星 你小的时候 是个什么样的成长环境 让你养成了这样的一个 脾气性格呢 我觉得可能我的霸道和强势 都是来自于自卑 从小都是看到家里面 被欺负长大的 记得我在五岁的时候吧 应该是我们家的土 跟我们一个白白家的土 相隔一个界限 我们爸挖了一锄头 那个土就垮上来 垮到我们家的土里面了 然后他们就带着锄头 铁签 反正就对一个小孩来说 其实是很恐怖的 因为在我们老家经常会听到 对面那皮山又打死人了 就挺害怕的 就觉得老家经常都会打死人 然后呢 他们就带着铁签锄头 到我们家气势汹汹地来找我爸 然后我爸妈呢 他们就把我和弟弟繁锁在家里面 他们俩就出去躲了 因为他们 他们觉得可能躲就避免争执 因为他们也打不过 我跟我弟弟在那个门背后躲着 就是弟弟就 那个时候才两岁 我五岁吧 就把我抱得很醒 其实我也很害怕 然后就听到外面 骂 打 吼的声音 然后看到我们家没有人 还把那个粪 直接泼到我们的大门上 对于农村来说 大门就是财门 就代表很吉祥财运 直接泼到门上 我能够感受到那种 那种我自己的那种恐惧 所以我当时就下决心 我一定要 一定要出人头地 我一定要被人看得起 让我爸爸得到尊重 让我们家可以很厉害 闺女小的时候 跟其他的同龄孩子比 您觉得他有什么不一样吗 他从小 从三十岁 因为家是进学堂就很 跟别的孩子也不一样 回家过后 不要人大人安排 农村先过竹草 被都被一出 上不上 过来为竹 转来饭吃了 被以为国际转来 他晚上来做竹荷的 不要人安排 饭吃了 农村的习惯就是说 喜欢做美 他就把这一事全部做了 他跟别的玩意不一样 他不贪耍 他特别懂事 他特别懂事 他学习怎么样呢 学习很好 学习很好 住住 你不要安排 他滚饭吃了 丢我留下室住晚上 他不占用 不停的时间 他从小就不一样 所以你看 虽然小的时候家里困难 很困难 但是你很懂事 做家务呀 学习呀 什么的都很好 你后来考到哪了呀 我考的是重庆第一财贸学校 读的是会计专业 会计店算法 那个时候你上学 什么学费呀 什么的生活费 家里都能给到你支持吗 给是有吧 但是就很难 我成绩一直都很好 我学前班的时候是乖娃娃 一年级的时候三好学生 六年级是大队长 初中的时候就数学竞赛 前三名 然后也是我们的课代表 也是初中的时候播音员 一直成绩就很好 但是呢 我当时中考的时候我们家 就是连我的报考费都没有 爸爸说中了一年的麦子有五百多斤 背去卖了以后几百块钱吧 三百多还是多少 然后卖了以后给我当的报考费 但是没有想到就是我能考上了 考上了以后录取通知书拿到的时候 家里面是一分钱都没有的 我当时其实可以上更好的 是没有办法钱不够 选了一个很讲究的 我在考学之前 我们家的亲戚 我爸爸有七个兄妹 我妈妈也是 那个时候亲戚就说 你考上了 我们一家出两百 每边有七个嘛 加起来十四个 就两千多块钱 你们家再自己出一点 你就可以上学了 但当我真的考上了以后 以前别人走路都从我们家 八子面前过路的 就不从八子过了 就绕着下面走 因为怕我们给他开口 就怕你开口跟他们要钱 对 因为觉得我们还不上 然后那个反正家里面就读不上了 然后我妈妈带着我去借钱 挨家挨户地问 基本上走到了 别人就会说没有 还没开始说话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去我一个姨妈家 我们家到他们家走路 要两个多小时 我跟我妈妈是七月份 夏天很热嘛 因为我们九月一号开学 就带着我去走了两个多小时 到他家了 刚刚还没坐下来 见到我们了 就摇了一瓶冷水 就递过来让我们喝水 然后就开始各种叫穷 各种苦 各种难 各种接不开锅 然后我妈妈喝了一口水 话也没说出来 带着我转身就离开了 她在前面走 我在后面小心翼翼地跟着 其实我知道我妈妈在哭 她也很难过 妈妈其实也是个要强的人 对吧 她也很难过 但是我也不敢说话 就小心翼翼地跟着她在背后 又走了两个多小时回家 所以家里贫困 上学的时候 连借钱也借不到 所以更加让你有下定这样的决心 我未来要强大 我要挣钱 我当时想了就是 我一定要出人头地 不管用什么方法 我一定要走出大三 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要在农村里面 所以后来就是农村合作社 边担保 然后我才到重庆读书的 读书的时候 爸爸提了两个条件 第一是贷款自己还 第二是没有嫁妆 我也答应了 那个时候家里条件不好 很难是吗 所以爸爸刚才说了 把家里能卖的都卖了 该贷的款也贷了 爸爸已经竭尽全力了 你毕业之后呢 工作顺利吗 我毕业以后工作不顺利 我找了四十多份工作 全部都不要我 因为我学的是会计店算化 我租算等级 都是拿的最高级别 在学校都是帮别人过级的那种 但是别人就觉得你太年轻了 你没有资历 你当不了会计 所以基本上都不要我 所以一天到晚都在换工作 那后来怎么办 我就换很多工作呀 我做过 在那个时候先开米洗手 也一个超市 做过促销人员 在那个大平那个电视塔出租办 做过播音员 然后做过文员啊 反正就做过四十多份 做的工作太多了 也被同学嘲笑 他们都说张兰兴这个人不稳定 一天到晚都在换工作 觉得我不好 就被看不起 我后来找到了一个装饰公司 我就进去面试 我说我要做会计 然后他看到我的履历 做了这么多份工作 他觉得这个女孩很厉害 他就说那你先做出辣 然后下一个呢 你再升会计 我觉得这个途径可以 我就去了 结果我去了以后呢 一直让我做的是那种行政接待擦包包的工作 而且说好的下班时间从来没有准时过 都是晚上基本上就加班 我也觉得没有所谓 我本来就吃过苦啥都做 但是后来就因为我们那个设计总监 让我鞋子都要帮他擦 我就有点接受不了 因为我那个时候是个自尊心极强的人 我觉得你在侮辱我 然后我就转身就走了 工资也没有要 然后走了以后呢 他又发现 这个男星怎么没有来上班呢 然后他就给我打电话 找我聊 我就跟他讲了我的情况 我说我要还贷款 然后我还有就是自己的很多的这种苦 就讲给他听 他就觉得男星是一个很娇 充兴话娇 就是很厉害 干预所不服 他就觉得这样的女孩 如果肯定以后很好 他说那你这样子 你愿不愿意做一个 你没有做过的工作 我说是什么 他就把我们销售经理的工资单 给我一看 一万多块钱一个月 那个时候我的工资 从四百多到八百多 最高也就一千二 我看到那个十倍工资的时候 我就说可以 我就去了 去了以后呢 可能我对审美 有这种天赋 然后我就去 其实我是做销售 就打电话 给客户装部中修 然后去发传单 去接客户 谈客户 客户都不知道 我不是设计师 然后我就可以把这个客户的房子 按照我的想法和规划 做得很漂亮 但我不会画图 就让我们公司有那种 刚毕业的大学生画图 画CED画得很好的 他们帮我画 我就做了很多个客户以后 客户就说 兰兴你搭配的这个很好看 那个时候我就发现 我有这个天赋 我可以做这个 我能干得很好 对 我就第一个 自己的单子 就签了一个十万的单子 靠我自己 没有任何人帮忙 然后我就拿了提成两千块 哇 我觉得比我一个月工资还高 然后那个时候 我就准备自己做设计师 那我又不会 所以我就偷偷地 我们设计总监在那儿画图 我就在他旁边偷看 拿笔记本子在旁边记 M 移动 CO 复制 就记那个CED软件的那些命令 就在旁边记 记了以后 悄悄地趁他们走了 就在那儿练习自己画图 突然有天早上 我就画了一个图在那儿 我们设计总监一来一看 这个图是谁画的 然后他们说是张蓝星画的 他不可能 蓝星不可能画得出来CED 他都没有学过 然后其他人说真的是 他把那个图放大 放大一看 有两根线没有接上 还有最基础的水电工程 这个板块的图就很严格 就发现 我有水电工程上面有的线 也没有逗上 他说这个是张蓝星画的 因为专业的设计师 是不可能出这种基础错误的 然后他们就觉得 蓝星厉害啊 你居然可以自己画图 然后我们那个总经理的父亲 他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高中的课作教授 也是一个艺术学校的 很厉害的老师 他就看到我在那儿画图 看到我把这个图画出来 知道我了故事了嘛 他到了公司 刚好有一个联会的时候 他说蓝星你想不想学设计 我说想 想不想科班的那种 我说可以 那这样子 我们有一个补课 你就来上 每天你下班就来上夜校 但是很辛苦 要一年的时间 你愿不愿意 我说愿意 我就开始学环艺 学手绘 学画凳子 以至画图 然后就去进修 考了就艺术学院 拿设计师证 那个时候 我还找我爸爸 借了五千块钱 现在都记得 在解放碑 那个赛博电脑城 都不敢买那种品牌机 只能买那种组装机 传一个机子 传一个机子 组装了一个机子 就每天晚上悄悄地 在自己的宿舍画图 也不敢在同事面前画 因为会被人笑话 因为我画得有点慢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不安静的时候 很容易错 所以我都是接了业务 就在家悄悄画图磨出来 所以你那么努力 那么拼那几年 付出应该也会有收获吧 对 挣到钱了吗 挣到钱了 我从实习设计师到设计师 然后到我22岁的时候 我给自己买了一套房子 50个平米单间配套 一共是19万 但我师父的按揭 6万5 是我一年时间完成 2005年的时候完成的 那一年我也还了贷款 我就在想 我爸爸当时跟我 起了两个条件 第一贷款自己还 我做到了 第二就是没有嫁妆嘛 因为我们农村嫁女儿 就是有很丰厚的嫁妆 什么温水瓶 铺盖 毯子 乳子 电热毯 立柜 这些我不需要我自己来 对 我已经给自己买房子了 对 我觉得虽然我的出身不好 但有一天我在嫁人的时候 你很好 我也不唱 我是靠自己 没有靠任何人 自己买的房子 这个就是我的嫁妆 你说的这是在2005年 2005年 张叔叔 2005年那时候您一年能挣多少钱呀 我一年一个月是挣到几百块钱 什么十几块钱 天安挣多少钱 一个月挣几百块钱 一年您能存多少钱呀 存多少钱嘛 那这些人还用了 根本没胜的 也没什么胜的 是吧 对 那这闺女挣钱了 都买房了 您那时候高兴吗 当然高兴了 有能力了 我当然高兴了 有能力你当然高兴了 是吧 所以你会把买房子这个事跟家里说吗 会说 但是我买了房子 后面在职场再上升的时候 其实我也遇到过一个很难的时候 就是我被退回人力资源部 我在这个公司做到了这个程度的时候 我就离职了 我觉得我拿到了进修的这个文凭了 我也做专业的设计师了 你可以画图了 我有电脑了 我可以更好了 我就去另外一个重庆很知名的一个装饰公司 面试 那个时候的店面在中天装饰成 然后去面试的时候 我就进去了 进去了以后呢 我就被排挤 因为别人觉得我不是正宗的大学科班出生 所以就排挤就看不起我 一群人去吃饭 不喊我 然后还会 我们的那个行政前台还会说 有些人呢 连气真的是好 要是我的话 我找个底洞转进去 又不是那家人呢 还要来吃了碗饭 还来起不走我 这样说我 就是冷嘲热讽都来了 是吧 他们排斥你这样的一个新人 对 然后我就在那个储藏间里面 悄悄地哭 哭完了继续吃饭 继续谈客户 有一次就他们出去吃饭去了 然后中午就没有人在办公室 就我一个人 我就接了一个案子 收了500块钱的定金 设计费也交了 就交给我做设计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也在家悄悄画图 也很努力 结果那个客户就不见了 然后这个案子也没有做成 然后我们的店长就说 超过三个月 没有一个案子的这种 我们这种设计师就不要 因为他没有能力 就把我退回人力资源部 然后我们当时的老板娘 然后她在管 德意装饰层的那个店 因为我们那个公司 在重庆很知名 她在重庆有很多个分店 她在管那个店 她就觉得 我平常去看到蓝星 很努力 很认真 很勤奋 她到得最早 走得最晚 别人中午去吃饭了 她都不去 她为什么没有业务 对 她为什么没有业务呢 她就跟我亲自就跟我讲 她看了我的履历 她说蓝星得意店 你愿不愿意来 是我当店长 我说愿意 然后我就去了 去了以后 在那个店 我就成普通的设计师 变成了我们公司的 签单公主 到联会的时候 我就是冠军 是第一名 第一名 那个时候最辉煌的时候 年收入多少 那个时候最高的时候 年入120万 那个时候是 08-09年 2008-09年的时候 对 对 咱干一辈子 咱也攒不下来 这些钱吧 我也辈子没找到 一个一年的钱 那我也辈子都没找到 多少钱 这女儿的嫁妆 不用您给准备 人家自己都 准备齐钱了 你好 蓝星你那个时候 是不是应该特别有底气 也不会再自卑了 那个时候呢 拿了很多奖 然后觉得也挺牛的 但是我就 很骄傲自负 我觉得是我的能力 我就辞职了 我就出来自己创业 自己开工作室 好像通常都是这样的 一个节奏 是吧 对 公司干到天花板了 就得自己出来做了 对 因为我也从国外进修 回来了嘛 然后也自己开工作室 开工作室就觉得 自己挺牛的 也挺厉害的 但是也有一个事情 让我看见 我其实还是很自卑 因为我们出来 做独立工作室的时候呢 我们要接触的圈程 就是对设计那一部分 非常专注 非常有研究的那个部分 所以呢 我们就参加了 有杂志组织的 一个高端的设计圈程 这个圈程 它就不是 装饰公司的设计师 因为其实那个时候 设计行业有一个鄙视链嘛 就独立设计师 看不起装饰公司 装饰公司 看不起游击队 好 所以就进入了一个 更高端的一个 独立设计师的圈程 很高端的一个party 那我就去了 我穿了一件 粉红色毛茸茸的衣服 就自己觉得还挺好看的 就去了 去了以后发现 场域很高级 那些设计师的着装啊 衣品啊 各种都很有 很有大牌 很有范儿 我就一下子觉得 自己格格不入 然后我就各种的 不自宅 各种的解释 哎呀 我今天去工地了 哎呀 我今天太忙了 哎呀 我今天穿成这样子 就是总之 为今天的这身着装 在找各种的理由 在找各种的理由 各种的说 然后有一个设计师 就很直接 哪里穿起哪种 厉害的爪子啊 我当时就踩着 找个地方钻进去 但是那个时候 其实 其实也是 内心是很自卑的 很想要去 融入那个圈层 嗯 发现自己格格不入 对 虽然有了一定的成绩 但是呢 真正到了一个 更高的圈层的时候 其实内心还是有自卑的 对 哎呀 你那个时候 工作做得那么好 也有钱了 收入也很好 得了那么多的奖 你跟家里的关系怎么样 我跟家里的关系 我觉得可能不是很好吧 因为我记得爸爸 那个时候说过一句话 他说 蓝星你变了 然后其实那个时候 我没觉得我哪变啊 我还是这个蓝星呢 嗯 但他说我变了 后来觉察是 爸爸一直说 我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嗯 就从小 别人不跟那个孩子玩 我就会跟那个孩子玩 我的发小 有一个孩子 下嘴巴 比上嘴皮要长一点 长期被人嘲笑 别人不跟他玩 我就带着他玩 跟他一起割猪草 他割不满 我还要帮他 嗯 但是后来就变成了 有分别心 目中无人 甚至对那种 我觉得比我低的人 就是会有 那种很蔑视的感觉 没有那么友好了 对 没有那么友好 因为那个时候 觉得女儿哪变了呢 他能得强了 变了 有时候有些事情 他就认为 他有的最好事的 事事都要听他的 嗯 事事都要听他的 嗯 完全他就变得像人一样 他不正求别人的意见 反正他想 想让他做就让他做 你认识他的话 他不听 您曾经说过 他他也不听吗 一般我对他 我没得好要求的 让他滚 求到车了 又认你了 我就稍微批着弄成 哎 那那个时候 他妈妈已经离开了吗 离开了 他跟您那个时候 关系怎么样啊 关系没得到 我曾经说没得到他了 关系没得到他了 没得好担保的 弟弟反正他不联系了 您那个时候 还给他们中间做撮合呢 是吗 就他两次没不合 我就当着撮合 当着他们弟弟 本来对他也说 撮手是够意思的 嗯 他们弟弟进了初中 他就再重新来读书 把他那钱拿了 我对分钱没得 系那个就没有钱交学费 嗯 就就没有上学 初中都没读 嗯 但我问 某些自问说 我对不起 就是我个日子 我对不对不起他 没得到说 嗯 很多事情的话 他要不来说我顾到他 确实我说对他 我有亏心 嗯啊 其实爸爸考虑的会更多 他可能会觉得说 你在重庆能上学 弟弟在家里 连上学的钱都没有 所以生活所迫都不容易 他其实更希望 你们能够在一起 关系能够更融洽一些 相互支持 是的 因为后来吧 我才觉察 就是其实那个时候 我们老家那个地方 是纵男轻女的 嗯 当我考上学校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反对 嗯 然后别人说 女孩读书干嘛 嫁出去的人 泼出去的水 嗯 你让他读嘛 读嘛 以后回来 优得你手 欠一批股债 你看你怎么还 嗯 然后我弟弟呢 进初中 一学期 他就辍学了 在老家 挖公路 一个人 喂了四头猪 都是卖了 给我读书 然后挖中药材 卖了以后 给我学费 所以后来我也知道 我爸爸他一直都觉得 很亏欠我弟弟的 但是那个时候 我变了 目中无人 甚至会非常会把自己的想法 强加给他们 按照 让他们按照我的想法去做 所以就发生了 我们小片当中的 说到了 加菜的那个事 对 所以当那个事的时候 我就开始反思嘛 反思就发现 我希望他们 按照我的方式去做 我很霸道地去控制他们 在我高工时刻的时候 也是有一个保安的事 也让我有反思 那时候我做到设计总监了嘛 我们那个设计总监很难做 我们是一个季度要完成三百万 才能够做设计总监 但是如果这个季度没有完成 下个季度又是普通设计师 名片要换 底薪也要换 我自信心极强 我觉得那个时候 我递给人家的名片 是设计总监 下个月就递个普通设计师 我接受不了 所以我连续四个季度 都完成这个业绩 我就成为了永久设计总监 我就很厉害了 我在那个 我们办公的那个地方是 很多人都知道我的名字 我有一次去上班的时候 那天早上就忘了 带那个打卡的 那个我的那个卡 我就走去了 就是那种 衣服都是这样飘起来的 很目中无人地走过去 结果走过去以后 那个保安不让我进去 也换了一个保安了 他新来的 他也不认识我 他就说 所有人都一样 要排队打卡 我想着 我怎么可能排队啊 这么唱一串人在那看我 我还需要排队吗 我就觉得 你让我进去 我认识这个商场 谁是谁老大 这个总经理给我喊出来 我要进去 你张文心都不认识 怎么怎么样的 我都跟他一顿 吼大吼大叫 然后他就死活不让我进去 我就很生气 我就打了个电话 然后他们经理就来 电话就说 你让他先进去 我就进去了 然后进了电梯 在电梯门关起来的那一刹那 他说了一句话 让我回到办公室的位置上 坐了很久 没有打开电脑 形成沉思 他说 这么漂亮一个女孩 如果她很有素质 好好说话 说不定我真的会让她进去 但是她这个样子 我就不让她进去 但是那个电梯门一下就关了 我本来还想跟她理论两句的 结果没有机会了 我就到办公室去了 我就坐在那 很久没有开电脑 我就想了很久 张兰心 你是什么人 你一个农村出来 割租草 背煤炭 你一个什么都不是 你可能连保安都不如的人 你通过知识改变命运 你通过读书走到现在 你读书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你的知识是为了什么 你赚钱是为了什么 结果你赚了几分钱 你就瞧不起了 你是谁呀 你比人高一等吗 我就想了很久 然后就觉得自己很蠢 为什么我会变成今天一个 嚣张跋扈 目中无人 如此的骄傲自负的人 那你有没有尝试去做做改变 比如说跟弟弟去做做沟通 有 那个时候我就给我弟弟打了一通电话 是在2022年冬天 我们两个由此以来 第一次通了两个小时的电话 平常跟他都是说不了两分钟就挂的 打了两个小时的电话 我就跟他讲了我自己的假装 我的虚荣 我的骄傲和我对他的否定 然后也讲了关于妈妈这件事情 我的自责和愧疚 然后告了电话我就也把这件事情跟爸爸讲了 我说我给弟弟打了两个多小时 说了什么 然后我也跟爸爸讲了 我对妈妈的这种愧疚自责 一压了我很多年 很多年都 深夜很痛苦 然后 我爸还安慰我 张叔叔 那时候您看到女儿做出改变了 而且也主动地去联系弟弟了 您心里怎么想的 心里都高兴了 我在被人家就让他认识 我和他认识多年了 让他认识和和气气的 我就高兴 那他又给家里做什么事了 做什么贡献了吗 他回家建了一项房子 给家里盖房子了 啊 建了藏屋杆 落地包裂装的 真的不错啊这 哎呦 你设计的吧 对 真好 这都是女儿的作品 哎全部 你住在这里头吗 我住在里面的 他设计他住的全部是 哎呦别说是您了 我想每个人都愿意有一个这样的房子 哎您这房子住的舒服吗 舒服 哎呦呦 哎你这花了多少钱啊 一共五十万 一共五十万 嗯 一百四十平米套类 真好 高兴了吧 高兴 我们弟弟结婚了 他当主持人了 主持人 哦 弟弟结婚都是 姐姐主持的呀 对 就把这个房子修好了以后 哎呦 然后我弟弟他 二零二三年五月一号 回来办婚礼 我给他接的媳妇做的主持人 你看看多幸福的一家人呀 一家人就像在河沫 家和万事兴了啊 对 家和万事兴 听完了我们今天的故事 三位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 蓝鑫 你刚才说 凡事不如我的我都瞧不起 这句话在背后你有没有想过 你瞧不起的不是那些人 你瞧不起的是你自己内心的自我的卑微 而只不过那些人 他跟你一样 他没有机会 像你的弟弟没有机会读更多的书 妈妈也好 爸爸也好 弟弟也好 他们的能力都不强 但是他们都用自己的微弱之力 去守护着你 支持着你 所以这个时候 你给弟弟打的那个电话 其实是和自己的和解 你允许自己 也有一部分是无能的 是脆弱的 甚至是卑微的 我以一种卑微而平凡的状态 奋斗 自强不息 这个就是一种了不起 而不是对卑微的批判和践踏 所以我特别地想跟蓝鑫说 你可能未来还有一段路要走 继续加油 好好爱你的爸爸 爱你的弟弟 爱你的家人们 谢谢你的到来 谢谢老师 男星好 你好老师 你一路这么走来 我发现你很努力 不仅仅是说 我试着各种不同的工作 我还知道不停地去学习 去壮大自己 然后一步一步地走下来 从一个什么都不是的 一个农村的小姑娘 成为了销灌 成为了设计总监 从读书到处借钱 都借不到的一个女孩 成为了年过百万 这么一个女强人 挺值得让人称赞的 在这条路上 我觉得你非常的不容易 所以蓝鑫 以后就好好跟你的爸爸 和弟弟 还有你的孩子 你爱的人 和爱你的那些人 好好地过日子 谢谢你们来了 谢谢 你的故事就是自我成就 一个乡村小女孩 有梦想 改变命运 努力学习 到大城市 开拓自己的事业 通过非常残酷的竞争 过上体面的生活 这个奋斗史 不可耻 但很不幸 你把自己丢了 把人性中最宝贵的东西丢了 那份善良 单纯 我在说你丢的时候 也许我也丢了不少 我没有脸 坐在这舞台上 去谴责你这样的选择 我也能找出一楼框的理由 为自己辩护 但你丢的确实比较彻底 你忘掉了所有曾经最爱你的人 以及他们对你 那简直是全部的付出 我非常珍惜你的到来 我更珍惜你的回头 希望你今天的告白 能让你找到更好的自己 进而找到更美好的生活 多疼疼老爷子 谢谢你的到来 谢谢老师 谢谢三位嘉宾老师的点评 好了 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你们 谢谢你来了 亲爱的爸爸 还记得 2019年老家公路修通 你说 七十岁了 你要落叶归根 你不想再 跟我生活在一起 你也不喜欢成你 你想要回到老家 我不知道 我是不是真的完成了 你的梦想 我不知道 我是不是已经做到了 我对你的 回报 但是女儿 真的捷律全力了 以我的能力 同时 我真的特别感恩 身在老张家 我特别感谢你 小时候 带着我 陪着我 从来不教育 指责 永远都允许 让我成为那个 别人家口中 夸赞的女儿 而我却 忽略你的感受 我觉得我自己很强 我很厉害 你们也要像我这样 才能变得很强大 总是对你高音哀喻 总是对你发脾气 说话很直接 爸爸 请你原谅我 好了 从今 大家都好好的过日子 你做的最好了 最孝顺了 以前的事情 也别勾小 不要一提了 过去的事情 从前的一天就这样 爸 没办法的 好 对不起 好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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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起来 起来 放了 你做的最好了 谢谢 你做的最好了 你做的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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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知道 爸爸 谢谢 谢谢 来吧 未来 好好做一个乖女儿 趁爸爸身体还这么好 谢谢你 保护皇子 好好陪爸爸 谢谢你们来了 现在我却想说谢谢你 爸爸 我真的特别感恩 身在老张家 我特别感谢你 此刻那些伤害 想要和看本期节目 参与留言互动 请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 生活 就像一面镜子 照亮了你的优点 也照亮了你的缺点 无论对待工作 对待家庭 对待父母 我觉得我们都需要不断的修正 努力做正确的自己 好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你们来了 我们下期再见